大家好,我是来自红帽多级群管理的阎盟 我主要是在OpenCluster Management和CloudEvents社区做一些贡献 然后我的另一位同事是曹隆隆 来,你可以简单地介绍一下 我也是来自红帽 然后我现在主要是在OpenCluster Management社区工作 当然之前也是在ECO和Kubernetes社区有工作经历 所以大家如果在GateOS上面找的话,找我的ID MORVN,CAO,谢谢 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一个topic是 结合Event-based transport 来提供Kubernetes下AgeResource管理的一个方案 我们分享的主要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首先我会向大家介绍一下Age目前的一个状况 以及在Kubernetes环境下AgeResource管理所面临的一些问题 以及我们如何使用统一的Event-based transport 以及CloudEvents来解决其中的一些问题 接着我的同事曹隆隆隆会介绍一个设计原型 它里面会更加详细的阐述AgeResource管理所面临的一些挑战 及其我们的一些应对策略 当然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有对OpenCluster Management 以及CloudEvents社区的一些贡献 最后我们会有一个Demo来展示 这个原型的一部分功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Age Computing的一些目前的一个状况 下面三个图分别是三个不同的研究机构 从历史的数据以及Age在不同地区的分布情况 给出未来的Age的一个预期 主要包括以下三点的信息 就是第一个是Age市场的估值 会在接下来的五到十年里 每年以10%以上的一个预期保持增长 第二个是Age它的地区分布 主要是在北美地区 然后亚太是增长最快的地区 第三点是Age参与的一些公司 它主要包括谷歌啊 IBM以及华为 还有微软等一些提量较大的公司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第二部分 是Kubernetes下AgeResource的管理 其实目前已经有一些轻量级的Kubernetes 运行在Age的device上面的一些方案 如K3S K3D Micro K8S 以及甚至有人将Kubernetes 跑在一些树莓派的设备上 当然我刚才在展厅里看到 也有一些团队 他把Kubernetes运行在设备上 他有一个project叫KOS 也是在做这个事情 所以接下来就是我们要考虑 如何管理这些 库博Device上面的一些Resource 因为Age的数量众多 所以相比于常规的多元管理 它会面临一下挑战 第一个是我们如何去处理 并且存储这些海量的AgeResource 那这部分我们会在接下来的设计原型中介绍 我们如何使用移植性算法 以及关系性数据库 解决分摊其中的计算负载 和一些存储的压力 第二个是关于AgeResource 它的传输的问题 因为Age它所在的网络环境比较复杂 所以我们第一个点要考虑的是 如何解决 因为网络抖动所产生的数据丢失的问题 第二个是Age它的数量会频繁性的增加 或者是减少 这要求我们管理它的control plan 可以灵活的适应这种Age的变化 第三个是随着Age数量的增多 那可能会有一些顺势流量的增加 所造成网络拥挤的问题 这个都需要我们去考虑 那相比于Kubernetes中 直接连接APS Server的方式传输数据 我们使用的是基于Event的中间键 那它主要具体表现在 针对于上面的问题 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点 第一个点就是很多基于Event的中间键 它提供了消息确认 还有一个消息重视 以及消息错误处理的机制 来减少这些网络不稳定 所造成的一些负面影响 第二个点是 这些基于Event的中间键 例如MQTT 它的Producer和Consumer是天然街舞的 这样的话管理这些Age的ControlPlan 就可以不用关心AgeResource的变化 因为它们的角色本质上 都是一堆Producer和Consumer 第三点是 有些Event的中间键 例如Kafuka 它本身提供了负载均衡的能力 那我们就可以利用它 所具备的对数据流量本身 评估削风的一个能力 来提高整个系统的负载性能 或者是并发性能 上面我们介绍的是 使用Event-based transport 来处理Age场景下 所面临的数据传输的问题 但是数据要从Event的Device端 传到右边的这个云端的数据中心 还需要两点需要考虑 第一个点是 数据要它经过不同的平台 不同的Service 它会进行多样的数据的Schema 或者是Format转换 这样的话很容易造成数据的错误 以及维护整个完整的数据路径 它需要很大的精力 然后第二点是 我们的业务数据会紧密地 同这些中间件 或者是一些中间的平台 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那这会导致系统的灵活性降低 以及我们给我们后续进一步 像系统升级啊 业务变更 都增加了一些复杂度 所以我们选择CloudEvents 这个统一的标准来 统一的标准来简化消息 在多个服务 多个平台之间的传递问题 那它具体表现在以下两点 第一个点是 CloudEvents它使用统一的原数据 或者是meta-dat来描述一个event 那这些信息 其实本身是与业务数据没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就实现了一个event 与具体业务逻辑的借用 第二点是CloudEvents 它本身支持很多的协议 比如MQTTR 卡夫卡 甚至NATS 我们可以灵活地选择 它的不同协议 甚至将不同的协议组合在一起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实现了event 与具体平台的一个借用 Truth Drive CloudEvents 它还提供了多种语言的SDK 我们可以不处于任何一个语言的限制 这些因素都让为 都让这个CloudEvents成为应对Age 这种复杂场景的一个最佳选择 好 以上就是在AgeResource管理的情景下 我们使用event-based transport 以及最后为什么选择CloudEvent 作为选择CloudEvent一些背景 以及最后选择它的一些原因 接下来由我的同事曹隆隆 分享在Kubernetes下AgeResource管理的一个方案 OK 那我现在开始介绍我们提供的一些解决方案 这是因为刚才我的搭档也们提到的CloudEvents各种好处 所以我们提供了这一套基于CloudEvents的一个开放协议 这个协议是完全开放的 我们当然也提供了自己的一套实线 如果Devents觉得这个实线并不能满足 他们的特定要求 他们也可以完全去定制化 其中这套协议涉及到的核心概念包括三个 第一个是SaaS 接下来是Agent 还有中间的传输层 我们叫TransportLayer 然后SaaS它其实是一个 我们要做一个管理多个边缘集群上面 自由管理的一个控制面板 它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概念 它可能负责直接与各种客户端或者用户直接交互 它去下发Resource的一个Spec 然后这个Spec 我们把它作为一个Events 完全符合CloudEvents这种格式 然后它直接去发布到TransportLayer层面 然后它还会从TransportLayer方面去订阅我的ResourceStatus Agent与之相对 它一般是用行在一个边缘集群上面 它会从TransportLayer去订阅Resource的Spec 同时它会因为它作为一个普通的Cubernetes的Controller 所以它会去不断地去 一旦拿到某一个ResourceStatus 它会去本地去Reconcil 可能最简单的方式就是Deploy Deploy完之后呢 它会guide到当地ResourceStatus 它会发布到TransportLayer中 其中TransportLayer它作为Sons和Agent直接连接的一个桥梁 正是因为我们刚才有了CloudEvents这种方式 因为我们所有的包括Spec Status这些消息的传说 都是符合CloudEvents这种标准格式 所以我们可以完全解误Sons和Agent 同时呢TransportLayer也可以去定制化 比如说最简单的情况 我们可以在Kafka后面接一个MQTT 这样的话可能会应对非常大的规模的一些Events 甚至你可以去实现自己的 用JRPC来实现自己的传说层 下面这张图呢 就是介绍一个非常典型的 我们传输从Sons端到Agent端 传输ResourceStatback到Agent端 返回ResourceStatus到Sons端 的一个典型的流程 刚开始我们在启动Sons和Agent之后 Sons和Agent分别会 Subscribe到 订阅到TransportLayer中 不同的topic不同的主题上面去 然后这张图是我们是以MQTT 作为TransportLayer的一个后端 JRWR为例来讲 可以看到这个例子里面 我们的主题或者topic 它其实是一个分层的结构 分层的结构的实现的好处在于 我们可以去支持多个Sons 多个Agent 或者是我们可以支持更多的EdgeCluster 然后Sons端收到一个客户端 发过来的一个ResourceSpec 它会去直接发布到TransportLayer中 Agent端因为它去订阅了相应的topic 所以Agent端会收到ResourceSpec 紧接着它会去本地做一些 类似于一个常规的Kubernetes 所以Agent的Controller也要去reconcille 等级的Resource 一旦ResourceReconcille完之后 它会带得到ResourceStatus 它会发布到对应的TransportLayer中 然后Sons端因为它订阅了对应的Agent 发布的Status主题 所以它能收到 Agent发布的一些ResourceStatus信息 紧接着它会更新到本地的Story中 这一页PPT会介绍我们在实现 或者说在做这一套 基于CloudInvent协议过程中 遇到一些典型问题 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问题就是Invent的Dissault的问题 就是我们很难保证各个不同的底层 消息传输的中间界 它能保证各个传输的Invent的顺序问题 所以我们也可以把它更新化为 对于SpecInvent和StatusInvent 我们有不同的解决方案 比如说在对于Spec来说 我们Cubernetes里面有CubeVersion 那我们也需要在 基于CloudInvent这套协议里面 实现一个类似于CubeVersion的一个 一个机制 所以我们会保证SaaS端 它会去 它可以去 既可以由SaaS端管理这个 Resource version的信息 也可以比如说 你自己提供一些Resource version的 一些管理机制 对于Resource的Status 我们一开始其实想 也实现类似于Cubernetes那种 在Cubernetes里面有 类似于Observed Generation 或者是相应的一些信息 但是我们想更解化 StatusInvent的顺序问题 是因为在我们这一套 基于CloudInvent的Protocol 这种上下文里面 Agent是一个单一的 更新Status的一个信息源 所以我们不需要去实现 那么复杂的一个中心化管理 Status version的一个组件 所以我们使用了Snowflake ID 它是一个用Twitter的一个 开设的一个组件 它可以保证 我们Status信息 它是一个有序的 然后SaaS端一旦收到 Agent端发过来的 Resource status Event之后 它会去 Check对应的 SyncOS ID 就是Snowflake ID 然后保证我的新的Status 不会被旧的Status所覆盖 其中第二类挑战呢 就是我们会有时候 面对有时候ResourceStatus 和ResourceSpec 会出现不一致的问题 这种不一致的问题 会在以下两种情况下出现 一个是我们SaaS端 或者Agent端 它去重启 那可能比如说Agent 它会把所有的一些 发过来的 从SaaS端 或者从TressPort列中订阅 得到的一些Resource Spec信息 它只是存在 Memory里面 那这个时候 它如果一旦重启的话 所有这些信息都丢失了 另外一种是 SaaS也是与此类似 然后另外一种情况 会发生Spec和Status 不一致的情况是 比如说网络中断 这种情况下 在Edge场景 是非常常见的 比如说我们的 传输层与SaaS 或者是Agent端 直接它连接不太稳定 它有时候可能会 是不是就断掉 这种情况下 也会造成Resource的Spec 和Status不一致 为了应对 ResourceSpec和Status不一致的问题 我们提供了 另外的一个 两套Event 一个叫SpecRessync 另外叫StatusRessync SpecRessync 是在每次SaaS端重启 或者是SaaS端与TressPortLayer 直接重新连接之后 它会去发一个 是在Agent端重启 或者是Agent端与TressPortLayer 重新连接之后 它会发一个SpecResource的信息 它的Payload里面包含一个Map Map里面包括 它已经缓从的一些Resource的Version信息 然后它发送给TressPortLayer TressPortLayer再转给SaaS SaaS端会check Agent端有没有拿到 最新的一些ResourceBand 可能信息 如果没有的话 它会继续发一个 最新的ResourceBand 到TressPortLayer 紧接着到Agent StatusReSync与此类似 只不过它的Payload里面 重的是它的Status的Hashi信息 然后一旦SaaS端发布StatusReSync 到传送时程 然后Agent端收到之后 它会去check 它本地的一些Status的信息 是不是StatusReSync里面的 请求里面的信息一致 如果没有的话 它会去Agent端 会去发最新的Status信息 给SaaS端 最后一个挑战 我们是遇到 比如说某些SaaS 需要支持Hash的情况下 或者就说SaaS端 有多个Instance情况下 有时候我们会 就是不同的传输层的 后端的Driver 它可能有不同的实现 就拿MQD来说 它有可能会支持 Shared subscription 就是保证每一个SaaS团 只收到一次消息 但是有时候 有的MQD是不支持这种 比如说MQD5以下的版本 它不支持新的特性 这个时候呢 我们需要做一个 基于Status信息的一个 一式Hashi 来保证每个SaaS 只会处理一次Status 这些PPT就是我们 为了支持这套开放的 基于CloudEvent的协议 在社区所做的一些贡献 其中在CloudEvent社区 我们做了 支持了基于MQTT的 协议的支持 然后我们是基于 Powl的MQTT Library 去做MQTT支持 然后对于Kafika的支持 社区其实是有一个 简单的实现 但是我们 但是它很多特性 其实没有支持 比如说 基于增加的一些消息 消费还有一些 基于Wildcard的一些 消费的一些模型 它并没有支持 所以我们支持了 基于Confluent的Kafika 协议的支持 在CloudEvent社区 对OpenCluster Management社区来说 我们提供了 两类不同的SDK 其中第一类SDK呢 是我们可以去构建 一个Generate的一个Client GenerateClient 它其实有非常简单的 一些机制 比如说 它可以去发布 某一个Event 它可以去订阅 从某一个主题订阅 某一个Event 它可以做 Spec Resync 它也可以做 Status Resync 同时呢 我们这一套Client 背后支持 目前支持 三种不同的协议 包括Kafika MQTT 还有GRPC 另外一类Client 它会更高级 它特别适合于 比如说 你想切一一些 你已有的一些 Cube Controller 那我们会提供了一个 Manifest World的Client 它是基于前面一类 GenerateClient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非常方便地 像你之前使用 Cube看那种方式一样 去下发一个资源 下面我会去做一个Live的Demo 大家可以看到我屏幕的右上半部分 我已经部署了一个 在EdgeCluster上面 部署了一个我们的Agent 然后我现在需要去 当然我现在在右边下半部分 我其实并没有apply任何的资源上去 然后左边的上半部分 我现在去run一个South 这个South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实现 它是我会在 因为是Demo 所以我没有用持续化的一些关系数据库 来从这些South的信息 我只是把它存在Memory里面 然后它提供了一个REST API 来保证和用户之间的交互 然后它起来之后 然后我们来看第一个例子 我要发一个Result的Spec 到EdgeCluster里面 去如何去做 比如说我现在有这样一个例子 我的目标是往Edge1这个Cluster里面 去发布一个Deployment 它的名字叫EdgeX 然后它的replica是E 然后我只需要去发一条HTTP的一个请求 然后我同时可以去看Agent的Log 我一旦发了这个请求之后 South他会去publish这个ResultStack 到Agent 到TransportLayer中 然后Agent去订阅了TransportLayer中 所以它会去收到相应的一个Spec的Create的一个Request 可以看到它其实是符合CloudEvents标准的格式 我们有一些扩展资料包括我的ClusterName 是发到哪一个Edge的集图上面 还包括ResultID和Result version 因为我们当时是第一个Version 默认一开始从一开始 然后可以看到我的replica 现在目前是一 所有的我要发布的Result的一些信息 都是在Payload里面 然后我们再看EdgeCluster上面 有没有去reconcel当期Result 可以看到它HX已经apply到当期Result上面 然后我如果再去getSouth端去get的Result 可能需要去变更一下ResultID 可以看到我再去用 请求去South端去get当期的Result之后 我的Result的所有信息都包含在里面 其中包括Spec信息 就是我们刚才在Result接色里面看到的一些 包括它的Deployment IndexDeployment 还包括它的replica11 然后还包括 同时它还包括从A整端发过来Status信息 可以看到它这个Result 其实已经apply到EdgeCluster上面去 同时还包括它本身的一些ContentStatus 就是它本身作为一个Deployment 它的Status信息 它都可以去返回 同时可以看到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个SequenceID 这个就是为了保证 A整端发过来的StatusEvent 它的有序 下面我们就去看 如何去更新一个ResultSpec 我这边有另外一个例子 在我这个例子里面 我可以看到 其实还是刚才 那个IndexDeployment的Result 不过这一次呢 我想把它的replica变成两个 然后呢 我只需要去发另外一个请求 我去发一个Patch请求 用它的ResultID 然后我这边还需要A整端 不断地去接听它的Event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新的Event A整端收到一个新的Event 叫UpdateRequest 其中呢 它的ResultWare 已经增加了1 ResultID是没有别的 然后其中的Payload里面 它的replica变成了两个 然后我们再去 实际地去guide当前的 NexDeployment 有没有部署在 更新在当前的EdgeCluster上面 可以看到已经更新了 然后我再去SaaS端 去guide当前的Result 可以看到我的 刚才那个ResultStatus 它的replica数量 已经变更为了2 AvailableReplica 这就是一个点心的 一个更新的流程 包括A整端 怎么去更新SaaS信息 接下来我会去 也是如何去 删除这个Result 其实也是非常简单 我们用ResultID 去发一个 请求 一旦发出这个请求 A整端 它会收到另外一个Event 可以看到 A整端 它收到了一个 DelayedRequest的一个Event 然后包括ResultID 其中不一样的地方 可以看到在 CloudEvent的扩展字段里面 有一个DelationTimestep 这样的话 A整端 它就会知道 我现在SaaS端 需要我删除 当前 按照机器上面 这个Result 它已经被删除掉了 当然你如果去Gate 重新在SaaS端 它应该也已经删掉了 SaaS端是怎么知道A整端去 已经删掉了这个Result 是因为A整端一旦处理完 它的本地Cluster删除之后 它会发一个特殊的Status的Event 可以看到 其实类似于这样 StatusDelayedRequest 然后它在 Payload里面 再往里面走一个Condition字段 Condition字段里面 有不同的Condition 其中我们会去Check 有一个Type为Deleted的一个Condition 如果SaaS端 收到这样一个 Status的Event 包括一个DeletedCondition OK 那我们就认为 A整端 SaaS就认为A整端 已经完成了SaaS工作 然后它会在 自己的重数里面 把相应的Result 要不是直接筛掉 要不会Mark成Delayed 完全看Deviver的需求 除了这些 我还想给大家 也是A整端 怎么去Resync它的Spec 比如说我现在想 也是A整端 它去重启 可以看到A整端 我们可以去 确认一下 它的A整端已经停掉了 然后我在这边 再去发一个新的ResultSpec 这个时候你去CheckEdgeCluster上面 它其实是没有Result 当然你直接去Get SaaS端去Gate的话 我需要更新一下ResultID 可以看到它只有SPAN的信息 Status并没有回来 因为Agent是停掉的 这个时候我如果把Agent重新起来 我们甚至可以去观测它的Log 然后我们看一下 上次EdgeCluster上面 有没有部署这个新的 可以看到它的SPAN已经Resync回来了 然后我们去看一下 它的SPAN Resync的具体的一个格式 可以看到 Agent它一旦起来之后 它会往Transport列号中 发送一个引用 叫SPAN Resync Request 其中包含它的ResultWare 目前所以Agent的信息 都存在Cache里面 所以当时一旦重启的时候 它的ResultWare信息为空 紧接着SaaS端 从Transport列号中订阅到 SPAN Resync之后 它会去发布 因为它发现Agent端 没有它最新的SPAN信息 所以它会发一个SPAN Resync Response的信息 它包含了它刚才Apply的一个新的Agex Deployment 然后后面的流程就基本一样了 Agent端去一旦收到这个Agex Deployment 它会去Recruise 然后它会去Report Status 这个就是我的基本的Demo情况 我们回到slides 下面这些APP包括我们一些附加资源 包括CloudInvents的 我们最开始的一个proposal 这个完整的文档 它里面包括了我们基于CloudInvents的 这套开放协议的一些细节 同时呢我们会有一个 就是CloudInvents这种基本 它的客户端的一个设计实现 然后还包括一些典型的一些Document 最后呢 我们包含两类不同的Client 其中刚才已经提到一个GenerateClient 还有基于ManifestWork的一个Client 也可以在这个链接里面找到相应的一些文档 最后呢实际我们有一个在实际运营的例子 就是一个Mastered的一个Project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给它上面去看一下 这也基本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主题 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请讲 我基本上有一个叫KCP的一个项目 然后过来说是 我捐献给了CNCF社区了 就是你们这个项目和KCP那个项目是什么关系 我来介绍一下吧 KCP它其实是想用一个轻量级的control plan去做一些管理 但是它 我们这个和它的主要区别是基于event based 它那个还是直接使用Kuber 它的传输数据方式还是直接连接Kuber API server的方式 可能他们的API server做了很多的简化 Kubernetes对很多的control plan它或者controller 它都给去掉 尽量的让它保持清 而且你可以在你的集群中起多个这样的control plan 但是我们这个就是 它数据连接方式上 它就是基于event去传输 所以 而且它那个并不是是面向age这种场景的 对 所以这就是一些重要区别 其实我们这套协议更多的是使用这种不同的传输层去解决 就是不是类似于传统的Kubernate那种 它直接是listwatch那种方式去管理一些资源 我们其实是使用这种基于event 还有各种传输比如kafka mktd 这种方式去应对Kubernate在Edge背景下面 不同的这种资源管理的一些问题 你好 谢谢 你好 是这样刚看那个demo呢 就是你们是用了这个cloud event之后 就是能够从source就是相当于发一些指令 去让生成一些生成新的资源 去更新资源等等这些操作 因为这一块我其实不是特别的了解之前 那如果没有用cloud event的情况下 像刚刚那些操作 它到底会有多大的不同 如果没有用刚才那种操作 比如说在Edge底型的场景下面 我们可能需要去 在Edge cluster上面去构建一个Kuber client 然后呢它去直接去直连到我们的source端 然后这种情况下其实对网络要求非常高 因为Kuber client你也知道它会维护自己的cache 它用leastwatch那种方式 它不能应对比如说 哎 点心的网络中断 或者是Edge cluster数量非常大的级别 那因为source端如果真的是还使用trianon的kub API server的话 它是它的performance 它的性能其实是达不到这种Edge 这种点心的比如说它Edge cluster数量非常大的一个级别 它的性能可能达不到要求 还有没有更多的问题 时间刚刚好 OK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